中国青年报9月22日消息 著名儿童文学作家翻译家任荣荣 金晨在上海离世享年100岁 安徒生童话全集彼得潘 下落的网长袜子皮皮小熊维尼 任荣荣曾把这些经典童话带入中国 也是童话没头脑和不高兴的作者 这俩活宝的形象至今深入人心 任荣荣的年龄一直在长 到今年5月长到了100岁 但他一直像个孩子也一直懂孩子 100岁的老人去世了 他的童话将永远在孩子的枕边和大人的心上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